蒜嘉宾 公管市上红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TC烫话机 现在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操作这一款韩式摇头焦画机 这款焦画机的话目前来说是中国销量最好的一款摇头机 它这一款的话它的优势主要是发热板比较厚 然后压力可调好像很方便 摇头的可以旋转180度 非常的方便 现在呢我们这款机器的那个仪表已经改成了智能二手一的使用 老虾皮类的以前的老款的机械表操作起来更方便而且更耐用 好那我们试试一下灵阳汤化的 首先把电源打开 我们在确讨这个供电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这个家里的用电要有接地线 电源打开 首先这个仪表要计算一下它的参数 现在设置一下温度 温度我们也可以设为180摄氏度 怎样设置温度呢 首先要按一下这个Size尖 当设好以后再需要按一下Size尖的部位 好 然后再设置一下时间 时间一般生还它的话 则是20到30秒左右 我们是25秒 OK 好 现在温度在升温 这款机器呢 附带的配件有一把扳手 可以看一下这里 一把扳手 还有两个保险丝 过来看一下 一把扳手 两个保险丝 这是配件 这个扳手的作用 主要是用来调节我们这个机器的压力的 首先 这个调节压力的话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根据你这个产品的厚度 可以去测一下 首先我们铺上来 因为手动的泡泡机压力本来就是靠手感的 所以说我们就试着压一下 好 这个 可以这样拉一下 感受一下 这个压力是这么OK的 那如果压力不好 不正常的情况下 可以调一下这里 我们需要那个扳手 首先把这个紧固螺丝给松开 松开以后 通过旋转这个红色的手柄 调节这个下底板的高度 这个高度的话 调到当然上松的话 压力也是松大的 下降是压力点小的 这款机器的发热板 可以看一下 是有那个铁夫笼高温布包裹着的 它主要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更耐用 用久了以后这个铁夫笼布是可以换的 看一下 这是一款毛巾 我们需要在这款毛巾上看标志 现在需要做的是 这个标志的话是生滑滑滑的 这是热生滑纸 sublimation paper 注意我们打印标志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水平翻转 以免说硬上去是个板的 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 压下来 压下来机器会自动到计时 时间到它会抱紧 可以抬起来 可以看一下 这个烫化效果非常的好 永不掉色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热生滑烫化主要是用于浅色的布料的烫化 像这个深色的话 它这个设计的比较好一点 烫上去也是非常完美的 这款机器的质量是相当的好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加盟代理我们家的机器 然后 来封面 再遇到一朵 糖 9 5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